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好多人留言问我为什么会推荐富士这么冷门的相机品牌呢 其实不是推荐,是我自己本身就用富士相机 分享的都是自己平时使用时的真实感受 目前我使用X-T3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富士到底有什么好呢? 哎,这个要用过了才知道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数码产品这种东西呢 都是因人而异,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喜欢就好 别的不吹,富士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大方 有什么,给什么,绝不藏着叶着 这一点啊,我就特别的喜欢,性格相当的直爽 这不,刚刚发布了新品的同时呢 他又福利了一波老客户 把不少老型号的相机固件呢,都给升级了 这其中就包括我的X-T3 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那如果你有富士相机,赶快跟着我一起来安全更新相机固件吧 相机和电脑差不多,硬件上呢,就是软件的加持了 一台相机好不好,硬件呢,占其中一部分 这包括性能以及外观设计 再有呢,就是软件了 相机固件就像是咱们买的电脑设备 要装个驱动程序才能用 有了这个固件呢,相机才能更好的运行 所以手上的相机和镜头 应该保持最新的固件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潜能 对了,镜头也是有固件的 升级固件呢,其实很简单 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 更新前,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富士相机和镜头 目前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操作方法呢,是按住相机背后的这个Display Back 键 同时拨动相机的开关 这样呢,就可以看到目前相机和镜头的固件信息了 更新固件之前呢,需要准备两样东西 一个呢,就是满电的电池 最好不要用只剩一半电 或者很久没有充过的电池来进行更新 避免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呢,没电中断 这个呀,事可就大了 所以,别着急,先充好电 还要准备一张内存卡 它的大小呢,无所谓 因为文件呢,其实很小 先在相机当中呢,把这张内存卡格式化一下 等着一会儿拷贝固件就行了 使用富士的手机APP 是可以进行直接更新固件的 打开APP呢,就会自动提示 有新版本固件可以更新 只要是之前已经把相机和手机完成了匹配呢 都会自动的提示 点击安装键,就会进行自动的升级了 但是介乎于我对这个手机APP呀 有阴影,因为它总是出现连接错误 所以我不敢用这个方法来更新 害怕中断,后果呢,不堪设想 你看,高科技有的时候呢 就是会给人带来不安全感 我采用比较保险的方法到富士官网 下载固件 固件文件呢,是不分语言版本的 所以网站的页面虽然是英文 也不妨碍大家安装使用 在列表当中呢,找到自己的相机型号 每个型号后面都有最新的更新时间和版本 如果想买二手比较旧的相机的时候呢 也可以来查看一下目前的固件状态 例如XM1和XA1和XAR这三台相机 最后更新呢,都是2017年 基本可以判断它们不会再有更新了 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像XT1、XT2、XT20的相机机型 虽然这么多年了,但是到现在还在更新 有没有觉得富士特别有良心 所以买相机前来看看固件状态做个参考吧 找到自己的相机型号,点击进入 这里呢,会有本次和旧版本更新的详细介绍 页面滚到最下方,点击I agree 然后点击download,就会开始自动下载了 固件文件格式为.dat 镜头的固件也是一样的 进入镜头界面,找到自己的镜头 把固件都下载下来 镜头固件的更新速度要比相机频率低很多 但是无论如何,要保证自己的设备 都拥有最新的固件 更新后会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并且和新型号的相机会有更好的兼容性 将下载好的固件文件 拷贝到刚刚准备好的那张内存卡里 拷在内存卡的根目录下 不用放到文件夹里 把内存卡放进相机里 先按住Display Back键 再打开相机,就会显示升级界面 点击执行 如果把相机和镜头的固件同时拷进内存卡 这里就会提示两个选项 Agre升级 先选择机身 点击OK 界面就会提示所升级的版本 选择执行 点击OK 升级过程会持续大约几分钟 无论原来相机的版本是什么 都可以直接升级到最新版本 不需要下载每一个版本的固件 直接用最新的就好了 升级完成后 提示关机再次打开相机时 就是最新的版本固件了 本次XT3的更新 虽然没有大家期待已久的新胶片模拟 但是也算是非常有良心的更新了 把自动对焦的功能提升到了和XT4同样的水平 脸部和眼部识别 以及暗部对焦的功能也都和XT4是一模一样的 添加了自动对焦范围限制器 这个功能出现在AF和MF设置的第三页 分别有四个选项 关闭、自定义和两个预设 在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 相机会在当前的环境当中的最远和最近 来寻找对焦点 这个就会导致对焦速度慢和拉风箱的问题 有了对焦控制器 可以限制相机在一定的范围内寻找可对焦的点 自定义设置需要安装镜头时才可以设置 选择设定 界面会出现对焦标尺 例如我平时录视频的时候 坐在这里 转动镜头的对焦环 设置A点到我的手这个位置 按下OK 再设置最远的B点到耳朵这个位置 这样相机就只会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自动对焦了 看似复杂的升级程序 其实还挺简单的 对不对 我强烈推荐大家用内存卡升级 安全第一 固件升级是个很严肃的事情 升级了固件的相机 不仅修复了原有的bug 还会有全新的功能出现 有没有一种买了台新相机的感觉呢 总之 越用越顺手就对了 还有一点想要分享 平时在关机拔出内存卡的时候 动作稍微的慢一点 速度太快 还没完全断电 就拔出卡 等同于开机拔卡 也许马上并不会出现什么故障 但是长时间下去 难免会发生意外 我就遇到过 数据是摄影师最大的财富 咱们呢要保护好它们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我会分享旅行摄影技巧和后期修图教程 以及我的设备使用心得 作为富士用户呢 大多数的内容都会和富士有关 如果你也用富士的话 欢迎关注我 咱们一起呢 发掘点好玩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助anı 打开 多数字 稍微 点此 按 投票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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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